工业革命和世界各地制造业的活跃 对二氧化碳排放无可避免 那如果我们今天停止排放二氧化碳 能不能解救地球暖化呢? 专家给了我们答案 假设我们在地球停止排放二氧化碳 地球暖化问题只会暂缓 而且需要过40年后 气候也许才会逐渐恢复 不难猜到20世纪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一直都是欧洲和美国领先 即使到了1950年 这些地区的每年排放量 仍然占据了85%以上 不过时至今日 全世界的碳排放已经大洗牌 今天这期影片我们就来讨论 疫情前贡献最多二氧化碳的国家有哪些 再看看他们如何应对吧 除了分享国与国之间的排名 世界资罪频道对地球环境也是很关心的 订阅频道和追踪我们的IG 让自己每周都能吸收一点有趣的冷知识哦 第五 日本 2019年一共产出12亿公吨二氧化碳 虽然目前日本拥有很多核能发电站 但是他们依然严重依赖燃烧天然气和煤炭 为其人口和各个行业发电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制造业引领全球 需要的发电量自然非常巨大 尤其是自福岛核灾难事件和反应堆于2011年关闭后 核能被化石燃料取代成为全国发电量最大的来源 这一措施进一步加剧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在2020年日本首相宣布该国的目标 是在2050年前减少至70% 甚至是达至零排放的目标 意思是再也不会使用天然气和煤炭发电了 他们打算增加现有的核能供应 以及发展出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潜能 其实相比起2013年时 接近14亿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确实看得出日本真的一步步实行减碳的目标 虽然每年平均仅减少0.4公吨的排放量 除了工业以外 日本也鼓励家家户户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例如胶里的空调和照明等电器设备 都拥有节能功能 而且根据调查 日本人民也自动自发的实践节能 减少碳排放 一起响应全民减碳 第四 俄罗斯 2019年的总排放量为17亿公吨 俄罗斯的天然气储量世界排名第一 是该国能源和发电的主要来源 天然气主要由甲烷组成 开头有提到 甲烷也是属于温室气体的一种 但如果甲烷经过有效的处理 就能变成有用的载送能源 煤炭在俄罗斯广泛用于化学和其他基础材料工业 以及用于发电 这才是俄罗斯俄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在1990年开始俄罗斯采取了以下措施 希望在2030年之前减少36%的碳排放 其中包括了 一根据温室气体排放量 征收新税务的监管 二对制作过程中碳排放高的产品 放上统一标签 并向消费者披露电力来源的信息 三鼓励为建筑物安装太阳能发电 四加重生产业者的责任 实行回收收费 费物重新鉴定为二次资源等措施 从数据来看 相比1990年约24亿公吨的排放量 看似每年平均减少0.25公吨的排放量 但是自1997年以来 俄罗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轻微增加的趋势 在减碳方面 比起日本 俄罗斯好像还需要在家把劲哦 第三 印度 2019年产生了约26亿公吨的二氧化碳 相比前两个国家 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说是高速上升中 但若按人均来计算的话 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显得非常低 人均仅有约1.8公吨二氧化碳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公吨 目前印度人口已经逼近14亿 近年来的增数更是非常惊人 该国的经济发展相对初期 随着印度经济走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道路 迫切需要价钱更为便宜的煤炭作为印度的电力来源 而且每年的需求量也在急剧上升中 听到这里相信大家可以猜到 未来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会持续增加 并不会减少 虽然印度也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阶层双位数的增长 但仍然赶不上该国极大的电力需求 所以使用化学燃料的火力发电 导致的碳排放量自然就增加咯 由于需求量增长 减碳怕是不可能了 所以印度仅能承诺到了2030年 该国所生产的电力有40%来自可再生能源 不过这一承诺却被当地的环保组织打脸 认为印度仅是屈服于外交需求 目前的努力对改善印度的碳排放贡献颇为 第二,美国 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3亿公吨 2020年美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来源 来自交通运输、工业和发电 美国经济严重依赖其运输行业 卡车、轮船、列车和飞机等 加上美国是全世界拥车率第二高的国家 通过汽油和柴油都会增加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除此之外,该国的工业也贡献不少二氧化碳 除了依赖大量的化石燃料作为能源 一些化学相关工业使用各种化学反应来生产原材料 也在过程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看到这里,你应该也意识到 生活水平高低并不影响文氏气体排放量 例如欧洲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跟美国差不多 但他们的排放量却远低于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 这或许跟国家依赖的行业发展方式有着重大的关系 近年来,美国电力公司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减碳要力 因为各州有零排放承诺和立法行动 尤其是在拜登上位之后 不过从报告得知 美国前100家电力公司有85家是零碳资源发电 占全国零碳资源发电总量的83% 其中包括核电、水电和可再生能源等 第一,中国 但是2019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已经超过了100亿公吨 自进入21世纪后 中美两国一直位列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前两名 即使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202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还是比2019年增长了1.5%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是化石染料 尤其是燃煤 而目前中国能源总量中约有58%皆来自煤炭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 自然也释放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 中国有计划通过生产更多再生电力 来减少对煤炭的依赖 并在未来减少大城市的总体污染 例如使用核能、水力和风力发电 该国预测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 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但至今中国尚未给出2060年碳中和的指标 从如何落实到各省市 如何减少环境污染 企业该怎么做的 等等的问题都还是未知数 不过从现在开始 至少到2030年前 中国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榜首的位置 将会是不可动摇的吧 2020年因疫情而采取的封锁措施 使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6亿吨 根据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 每年目标是减少1-21公吨的二氧化碳 2020年终于超额达标了 但以这样的方式达标 确实也开心不起来啊 好了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按赞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还有记得订阅频道和追踪IG哦 世界之最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